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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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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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A-K-B-48 A-K-B-48 G-S-A Come on Are you ready? Zither Harp G-S-A 一步距离无法不息 变成教会不可演绎 上犯了错了心 我们回避 在彼此世界独具 我们明明存在差异 可一切若即有多迷迷 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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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再满意我的担心 刚才自己大声告诉你 get you get you 只想拥有你 get you get you 不停追赶你 那颗家族若我去世的心 此刻我收我紧 get you get you 不要再抗拒 get you get you 属于我的谜 凋喝的一车我都不在意 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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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到底 不从不及带上勇气 哪怕只剩简单引起 思念是否有传达给你 就算你也不曾留意 没有发觉也没关系 是但消费的借口而已 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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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将命迷到心里 一定会后悔没有告诉你 miss you miss you 请不要着急 miss you miss you 等待爱靠近 我藏在胸口满里思绪的声音 请你仔细聆听 miss you miss you 无秒就足矣 miss you miss you 看着我的你 会明白你是全部别怀疑 要相信我和你的奇迹 某一刻会降临 one chance one chance 无法拥有你 one chance one chance 幻梦而已 one chance one chance 也要喜欢你 幸福是用心遇见你 get you get you 只想拥有你 get you get you 不停追赶你 哪个角角落我实时的心 此刻我手握紧 get you get you 不要太抗拒 get you get you 属于我的你 任何的一切我都不在意 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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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到底 你爱你爱你爱你!!! get you 江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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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天突然清醒 残酷的现实 眼前的我已经不被照明清 就算我顽固不停 有意义不息 也没有意义 只是在浪费光影 就算我分离 打破窗前的玻璃 也改变不了问题 感受到这种无力 要我心里 纠缠不清 无法摆平 这一切变得无能为力 心中只能耐温输的彻底 呐喊和激情 消失在那里我听不到回应 麦克风在三二个公里 我在冷漠的境地之中注力 不觉见太叹息 就渐渐变大声音 如果我独自抵御 变质的奔寂 或许会让一切消失败寂 也会想把人平静 所谓的道理 顺势去作为 不再质疑的抗拒 我问自己 对象是否还值得一体 而是我一直相信 却终究愚昧的欢迎 这一切变得无能为力 心中只能耐温输的彻底 呐喊和激情 消失在那里我听不到回应 麦克风在三二个公里 我在冷漠的境地之中注力 不觉见太叹息 就渐渐变大声音 要求力 要求意 还有太多机遇 不要自己后悔 一定不要放弃 未来太多未知 值得我去尝试 2 2 2 1 2 3 4 我不再选情 哪怕是失败的决意 没关系 但是总相信 一定还有人倾听 我只想要唱快惊奇 让歌声又一次相亲 用复复的摇动 获得胜利 即便如此应该还有语音 心中如期 在我的胸口无法被撞离 我要使用撕裂弹的最强硬 感受力量在心里的撞击 越困难的绝迹 就想要进行断棋 这一切变得无能为力 心中只能得摇滚书的决定 呐喊和惊奇 像是在那里我听不到尾音 麦克风在四耳的宫颖 我在冷漠的境地之中注力 不觉见太叹气 我会来的我自己 让我再继续青色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突然间想要去分跑而已 听话是这样或是没意义 喜欢上眼前的谁也不仅仅一切 都有可能消失的多云降临 本音随勇敢向前都会翻来一字击击 而同时就会靠向下领 不觉见我一起沉潮着天方勇敢分离 别紧急变形 遥望着远处的人群 是朋友惊讶的表情 每人都在在小马铃铃铃 回来教会你来世怎样的场景 恋爱是木工不可及 只有你轻声去经历 感受着心跳的勇力 每一个都无法呼吸 旁观者将毫无意义 陈现在去为害如狱 你会明白 只属于奋狂的隐形 每次翻译都是会带来改变 还有机遇 这过程却是单身的意义 最终的数一生都只是结果别在意 那不需要我主宝的目的 不知道明天我们将会奔跑去到哪里 哪怕是流远伤情没关系 就算是不经任意也许当下真会经历 别心意叹剧 在光与里全体套随 不如就去挑战自己 最好时光最好的年纪 不让未来的你感觉到可惜 恋爱的目光不可及 是一场困难的魔力 一次次反复的联系 也许还是无法去及 明明你平均了全力 可能只是无缘故而已 那又怎样 还是要奔跑起来继续 沿途的你 挥手助力 不如 追逐着放弃反力 跟着我奔跑 不放弃 恋爱是目光不可及 只有你轻轻去经历 感受着心跳的涌力 每一个都无法呼吸 旁观着将毫无意义 趁现在去回来如雨 你会明白 只属于奔跑的隐形 生命应该保持着光临 尝试无穷尽的信息 我等你参加去奔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rp Wow! 明明我最喜欢的 快乐困难完全没有力气 这个 轻轻叠落到 个小鸟如一串宝铃 Wow! 匀大袋发挥 想想力 甜蜜双唇吻想你 Be My Baby Be My Baby Be Baby Be My Baby Be My Baby 冬季天空 寒冬 肆意画幅线 在乎幻去 幸好大事前来就记得红转变 慢慢捞进我们距离 靠在湖南边上去捕捉你 我爱你 那张手机甲轴听着歌 打开门跟片局 按顺序前行一步步 再向你靠近后 散怀难听到你的呼吸 一声音我好想要 忽然就回忆下口口 牵你那在摆动的手 偷偷和你又吻不顾一切感受 喔喔 因为只是好招勇 一种多情 已经 好像你无法熟悉 现在 请让我鼓起 勇气 想在梦里打声说 Be my baby 就像最后一排位去角落里 只能抵就着 两头不自然 看着蛇窗外的空气 有点点不好意思 等她的甜蜜感觉太美妙 太温柔 在心底不停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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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无法拥有点心意 一直 一直 又越不善定 像我永远最接近 喔喔 只要分手到 你的腕 这是你先送出的 Be my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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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听到你 哦哦哦哦 她的发挥响 响铃 甜蜜嘴唇笑你 Be my baby Kiss and kiss 你会靠在我的肩膀 在肩膀当中 谁叫无所谓的你 Kiss and kiss 你的爱情风风美好 你拿着真心看得飘飘 Kiss and kiss 对于你和我 来说 这是一首 最甜蜜的情歌 各位来到我们长江剧场还有正菜观看我们直播的粉丝朋友们 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SH 今天大家有发现我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哇你们都好聪明啊 是不是感觉会有焕然一新的变化有吗 那你们也要不要 那你们也要不要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看玩笑了 那刚刚我们演出的四首歌 Get you 青色的摇滚 Runner's high 还有唇上Be my baby 我们现在是不是你的baby了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你的baby了呢 好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和柯柯的 有趣的事情 我记得词记得词 我记得词记得词 然后或者是跟柯柯的出印象也可以 那么我们从安琪开始吧 好的 太阳当空照 安琪对你笑 哈喽大家好 我是AKB48 Team SH的我安琪 安琪 对柯柯的出印象 我要说最初最初的印象 就是在二七生刚进来的时候 大家站了一整排 然后给我们前辈们做自我介绍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柯柯说 我最喜欢的前辈是安琪前辈 哇哦 是有这么一回事吗 是是是 那现在呢 现在 犹豫了犹豫了犹豫了 犹豫了一下 好这就是我的分享了 谢谢大家 安琪 哈喽大家好 我是每天都很想念你的刘涅牙 救命 那我和柯柯 我不分享出印象 我分享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 有一次我和柯柯还有很多 小朋友们一起去吃烧烤的时候 然后在那个路上 我记得特别清楚回家的时候 柯柯很认真的跟我说 涅涅牙 你那个电脑啊 就是我是学计算机的 就 我可以建议你 某某某 知名国牌的电脑很不错哦 然后你可以考虑换一下 然后我就说 哎我知道 可是我 哎对 然后呢 呃就是旁边我忘记是谁说了一句 哇 柯柯很有钱的 我当时 哇哦 对的 这就是我分享的有气的事情 天上带下毛毛鱼 天上带下毛毛鱼 我是你们的 毛甜甜 哈喽大家好 我是AKB48 Team SH的毛毛毛毛维江 哇哦 那我和柯柯其实有挺多事情的 对我跟柯柯的会议还是挺多的 因为我有跟柯柯一起直播过 然后呢有和柯柯一起单独也有聊过天 然后呢我觉得柯柯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女生 内心我觉得挺脆弱的 嗯 这个其实我承认 所以每次我看到柯柯的时候 虽然看着她比较高个儿大个儿可能就是哎呀 大大咧咧的那种 但是她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内心需要大家去保护的女孩子 我有保护过你吧 有 柯柯把我保护得很好 没有 其实有一个小事情就是柯柯有一次有流泪啊有哭 然后呢我就去安慰她 然后她就抱着 哎 毛毛姐妹 哎 我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说没关系没关系 坐下来喝口水我们慢慢说 然后不知道那一次我有没有安慰到你 然后我希望柯柯以后可以也来安慰一下毛毛姐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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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柯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独立自主有魅力的女性 是的 是的 这就是我柯柯有很多回忆 对吗 好 那晨晨呢 晨晨爱和晨晨的你晨晨的和你 在一起 好的好 我是AKB48 Team SH的曾思春 大家可以叫我 Misaki或者晨晨 晨晨 晨晨 其实晨晨有一个柯柯的秘密是从来没有说过的 要在这一次生日公演上特别说一次 就是柯柯和我们出去 因为我经常跟柯柯出去逛街嘛 然后我们出去逛街的时候 柯柯经常 经常被陌生人搭讪 哇 就是 就是每次逛街 我就说 我说柯柯你 每次就是这么亮眼 我每次走在你旁边我很 很有压力 就是每次就感觉路人就所有人都盯着他 就是我们明明走过去就是看 我就知道不是看 我就绝对是在看柯柯 是我觉得他穿的比较辣 没有他就是 他 对他确实也经常料你出街就是了 别这样 他出街像是大明星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团除了我会戴墨镜之外 只有孔可欣会戴墨镜 还有谭靖心 哦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 然后重点是经常被就是搭讪 我就会去充当护花时整 他拦下来 对 他拦开 我就 对 插在他们两个的中间 然后就 对着他就 然后就会保护他 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跟大家说过 我想说留在这个生日公演 一定要跟大家说一说 嗯 成人我谢谢你 我爱你 啊 哦 为什么 哈哈哈 那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哎 哎 哎 番茄潮单不交谈 有了就够了 大家好 我是AKB48 Team S8 二七生 潘秋怡 大家也可以叫我 番茄 番茄 我对于柯柯的出印象是 我觉得她是一个古风大美女 哇哦 因为柯柯的头发一直就是 劈着头发 然后就是很油顺的样子 然后她也会弹琵琶嘛 然后我就觉得她真的很适合 很适合古风就是比如说穿汉服 我之前很很早的时候有跟你说过这件事情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记得记得你又说过说我很适合穿汉服 对对对对 我说真的很适合古风 我觉得她超级适合的 但是我就下遇不了那种风格 你是很辣的那一种 很辣的 对 我就喜欢那一种 然后我们这一组的话就讨论就结束了 你们就有请下一组吧 我们再见 哎 等会见 大海见 大海见 我的这个嘴角 那我们这组从小鱼开始做下自我介绍吧 好的 那么 大家 哎不对 很高兴可以 巧鱼你的心 好的 第一次尝试了新的Catch Freeze的介绍方式 居然成功了 谢谢大家 然后呢 我是AKB48 提Message的小鱼 张乔鱼 大家也可以叫我小鱼 今天 今天有点犯鼻眼 脑袋不太清醒 但是呢 我对柯柯的初印象 嗯 就是头发很长 嗯 头发很长 然后很直 然后很顺 然后导致我后面的一段时间 都特别喜欢柯柯的长头发 然后直到次年的 我记得是 11月吗 还是12月 当时老师来帮我们定发型 然后那一天 张乔鱼长大了 就是看到 就是看到柯柯 他本来这么长的头发 突然就剪到了这儿 然后从那里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的世界 就觉得 三观都毁灭了 但是 现在知道柯柯要把头发留长了 对不对 是的 对 他今天说我很喜欢我长头发的样子 我本来想把头发再重新留一下 为了你再留一下 哦 不是 今天我的生日嘛 我就说点这样的话嘛 就今天这一次了 然后原来只是营业 不是真的 不不不不 咱们到台下说 好的 那么有请下一位 是柯柯自己讲自己还是楚楚 是楚楚吧 我来 哦哦哦 是 是柯欣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还是要说一下 柯柯 请牵手属于你的这颗心 我是KB48 听买SH二七兄 孔柯欣 柯柯欣 真的 首先还是很感谢很感谢大家 今天来跟我过生日 哎呀我的哈密瓜云颜色 真的 其实我 还 我今天 作为主人公感受到了这个环节的快乐 我还是挺快乐的 然后我刚刚我的嘴角就一直 捏在这个耳朵根 就没有下来过 我听大家描述了这么多种多样的我 我就觉得 那我平常生活中 可能给大家展示的样子 我觉得还是挺多种多样的啊 这样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大家把我就是各种夸了一顿 也希望接下来的就是猛夸一夸 我可喜欢听人夸我了 对真的 也是我想说的就是和大家在一起 就像今天我现在生日会上也说过就是 来到这里和大家在一起 是我最开心最快乐的事情 因为从大家这里每个成员身上都得到了很多的爱 所以我以前很多有时候都没有得到过的 或者说是还没有特别深刻体会过的爱 就真的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 是我们成员们在一起 才能感受到的那种快乐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能够在这里来聚场过一次自己的生日 我听你的话 然后就觉得 除了开心不知道说什么了 然后就开心就对了 对 不要哭啦 对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而且和大家一起扎了双马尾 真巧这样的日子 真开心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刷个脚 拿六元气 初初六元气 大家好 我是AKV48 听Message 几块初初 可以叫我初初 初初 初初 其实我对柯柯的第一印象呢 是精神小伙 真的假的 我第一次见柯柯的时候 是真选的时候 他抓着一个一丝不苟的单马尾 然后就特别精神 特别斗志昂扬的那种 然后我现在其实会觉得 柯柯他是一个感性的人 但是他其实挺有反差的 就可能他上一秒还很美 就是那种 就点头的那种 下一秒他笑起来就是那种 哎呦 哎呦 然后他还是会老是说那种 土味情话那种 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 每时每刻都是这样 嗯 嗯 嗯 那你看现在 前面有这么多 装我礼物的盒子 对不对 那装我们的盒子叫什么呀 什么呀 是不是天作之和呀 哦 哦 哦 对就是像大家看到的这样 他们现想的 正好看到 对 然后 其实 其实我们柯柯呢 他是有很多 反差萌的成员 然后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下 对 谢谢大家 支持我们柯柯 谢谢 可甜可言 是可言 哈喽 大家好 我是AKB48 听Message 取了一气声 甜甜是可言 甜甜 其实一开始我对柯柯 怎么说呢 没有 没有特别深的印象 就是直到有一次好像MC的话题是 如果你想跟一个成员握手的话是谁 然后他说了我 因为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 因为感觉 平时都就是见到我就是啊 前辈好前辈前辈再见 然后就走了 前辈好啊前辈晚安前辈辛苦了 就走了 没有了 然后当时听到了这个我就觉得特别震撼 然后楚楚就跟我说他在宿舍就会经常夸我 然后从那之后我对他就有那么一点点的注视 然后 啊 终于被注视到了 我的心意终于被发现了 然后有一次 然后有一次 然后有一次我好像是要去录舞了化完妆 然后从那个楼梯上下来看见柯柯从排练厅就是别的嘴走上来这样 又在哭 然后我就从那个上面下来他又比我高很多嘛 就一把过来抱住我的腰 我站在高他两节的楼梯上就这样抱住我 然后就在我的怀里哭 我问他怎么了怎么了 他说 没事 然后就一直在哭 我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 但是其实当时老师都在等我录舞 我又不好意思说 我说没事没事 你不要哭了 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说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其实我还不想怎么说 我就只能一直安慰他 然后听他说完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再去录舞 我能知道庭天前辈要录舞 我以最快的方式说完了那些话 我就把庭天推下去了 我说庭天你去录舞吧 我说我真是想抱一个人哭一下 正好逮到了你 所以其实不是我也可以 不不不不 不是的 不是的 这一点其实我要解释一下 其实我还是蛮哭包的 就是我哭 必须要有人看着 就是我不想一个人躲着哭 我想有人在旁边陪 怎么说呀 我要抱 就是对 我要抱着一个 不是 就是 就是抓着一个人 就是抓着一个人哭 哎呀 那是我老师哭的事情 哎呀我就是 我就是很爱哭了 对 别瞎抱啊 好 好 哈喽大家好 陆百风静印象成 我是你的公文 哈喽大家好 我是KB48 Team SHR提升公文文 大家可以叫我 贝卡 贝卡 然后 我对柯柯的印象 就觉得是一个精致女孩 因为她每天就是 看不见她素颜的状态 就是别人都已经素颜 搬着盆子就已经走了 嗨 就是那种妆 脸上的亮片就是 像我又特别喜欢赞眼 就每天就盯着她 就看她每天的妆都非常非常精致 然后我就会问 你这个用的什么 那个用的什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你还说我每次眼影画的都是一样的 对 那个好亮 但是那个好亮好好看 然后当时 还对她有一个印象 就是也是有那种古典美女的感觉 就是一开始觉得她 好冷淡一个女人 就是 但是后来发现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热心的小朋友 就是经常我会去跟大家谈 我的心事啊怎么样 她也都全盘接受 就是互相照顾 很不错 没少骂过你 两个哭包是吗 我不哭啊我不哭啊 Veka其实还蛮少哭的 我很坚强啊 我超坚强 我比她坚强多了 好那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Veka 谢谢 甜酱辣酱酸甜酱 我是你的 奶奶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AKB48 TMSH的 猪肉男 娜娜 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刚才生日会说过 柯柯就是自从来了我们团 她特别喜欢喝奶茶 但是她的奶茶运非常非常的差 就是她每次订奶茶 不管她是第一个订还是最后一个订 她订的永远是最贵的 就不管是订的是中杯还是大杯 永远比大家贵个十块钱左右 其实我真的是 没有 没有那么多 哪有那么多 不是我只是不看那个价格 就是 哎呦 不是 还是有钱 想负 啊 这个 这个我有话说 柯柯每次点东西 这么便宜 不好吃 也要点那个最贵的 对 哎 跟大家说 跟大家说 柯柯有个名言 就是说 不知道该点什么 就点最贵的 反正不会难喝 但是 但是杰吉永远是 她点的最难喝 真的 她永远都点的特别难喝 不算都挺难喝的 其实 对不起 然后 然后我有一次为了感谢她陪我录视频 请她喝了一杯 比较便宜的奶茶 不知道会不会嫌弃我 你别那么胡说 又在那里 然后 就是不仅是会点最贵的 而且就是每次订完奶茶 然后外卖小哥打电话 就会说 诶 订的谁谁谁 那一杯没有了 绝对是孔克星的 永远是她的那杯 没有配料了 要不然就是直接下架了 对对对 是是是 没错我点的就会没有 可可 那 在这里还是希望 可可 以后能够越来越好 奶茶运也要好 然后我们的 偶像事业也要好 让我们再祝可可 生日快乐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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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有请下一组的小伙伴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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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个礼物怎么样 要不就送信然吧 大家好 我是AKB4G 请SH宋幸安 宋幸安 宋幸安 我对孔克星的印象 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去染头发 然后到中午了 因为染头时间要很长嘛 到中午了 就要点午饭嘛 人之常情嘛 点午饭吃 然后我就给她分享了一个 我很喜欢的一家店 我很喜欢一家店 然后我很满 很欢喜 希望她也可以赞同我的口味 结果她吃了赞不绝口 我觉得有品味这个人 真的 大家有 应该也有经历过吧 自己也很喜欢吃东西 分享给别人 别人也非常认可你的品味 但是她和你一样的 时尚在身 那好 那今天呢 在孔克星这个生日公演 大喜的日子上 同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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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她长命百岁 每天 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浮如东海 寿比南山 耶 一点甜 两点酷 三个草莓 咕噜咕噜 棒 珍珍大家好 我是叶志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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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 我跟柯柯出去吃过三顿饭 跟她吃过两顿火锅 然后还有一顿烧烤 所以说其实也聊得蛮多的 刚刚柳念说她有钱 说有个人跟她说 柯柯很有钱 那个人就是我 哇 对 对 没有没有 但是有一次在吃火锅的时候 我们就 随便聊聊天嘛 然后 就发生我跟她的 就是 金钱观念 有一点不一样 她特别会存钱 所以她 很有自己的小 小财库 小金库 然后就蛮羡慕她这种性格 就是可以把钱给存下来的这种性格 对 都拿来点奶茶了 然后我跟她去聊这个金钱观念的时候 就是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她 对 然后还是希望她可以继续保持这一份习惯 以后 生活的越来越好 希望你以后天天开心 好 代号揪揪的小周 全力出发 哈喽大家好 我是AKB48Message的万方周 可以叫我焦焦 焦焦 焦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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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今天首先祝柯柯生日快乐 耶 然后刚刚在后台也有吃到柯柯很好吃的蛋糕 哈哈哈哈 然后 柯柯给我的印象 就从头到尾啊 印象其实都是一个 就是老实孩子 就特别老实 很淳朴质朴 然后 对 就这种意思 然后每次MC 我也觉得柯柯很质朴 但是往往最质朴的语言都很打动我 所以有一次听柯柯说MC我就哭了 因为觉得柯柯 嗯 她从她的就是 可以从她的微博 然后平常给大家分享的东西看到 可以是 就是一个很很美好的女孩子 感觉世间万物 都很美好 所以她也是 然后呢 也觉得特别 会一个古典乐器的女孩子嘛 就特别美 很很优美的感觉 然后那小细腰真的是羡慕呢 没有没有 柯柯的腰真的好细 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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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试试 好 来 抱抱试试 常常栗子需要糖 所以我需要你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缺少不了 眼睛的栗子声音 声音 好 关于柯柯的话呢 其实我跟她的接触也 也不是那么的多 因为我们也才刚刚加上微信 然后 然后 但是呢 我知道就是 她有时候有 有些方面跟我挺像的 就是 好像有那种 有一颗脆弱的心灵 就是非常需要被别人去保护 然后有一次 然后她 她跟我说她非常喜欢抱别人 就是有一次我跟她在那个跳melody的时候 她 我就跟她互动 我转过头她就跟我说抱抱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 嗯 然后我就 也很害羞的上去抱了一下她 然后还有一个 呃 听说的是 就是她说 我是听别人说的 就是 说 她只要出门 一定会化妆 就是像我们 这种人 平时出门 就是 不是也不是 就是 就是我们这种 呃 能出去不化妆 就不化妆 就是大家出去吃个饭而已 化什么妆嘛 听说就是她 出门吃饭 不管干什么 就一定要化妆 所以我非常的惊讶 就觉得 太精致了 值得学习 嗯 对对对 值得学习 值得学习 然后祝 祝可可 呃不是今天 啊 祝可可 提前 提前祝可可生日快乐 耶 长阳熏风扶小吹 见开何之乐强威 哈喽大家好 我是AKB48 对清美SH的 奥奇生 建强威 谢谢 建强威 建强威 那不是我 我不要那个名字 我叫建强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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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 就是我对柯柯 我们有一些 比较好玩的事情 可能大家不知道 柯柯就是特别喜欢肢体接触 哦 就是 他很喜欢肢体接触 如果就是和他有肢体接触 他会很开心 不知道大家是不知道 呃 呃 然后 然后就是一个小告密吧 另一件事情就是 我和哥哥一起去吃海底捞的时候 然后 然后 啊 我是想说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早知道我就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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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不晚 现在也不晚 没关系 一下去他 你抱他他会很开心的 然后我们就是不是海底捞会发那个毛巾吗 让每个人一个毛巾 然后那个姐姐就是拿那个夹子夹给我们 我看就是前面三个人他们就拿了直接的擦手 到我的时候 特别特别烫 就滚烫 我就像开水一样 我然后我就很震惊 我觉得是我的感知有问题吗 然后我就偷偷看柯柯 他眼柯柯在这样 哈哈 就说明 就说明我的感知没有问题 就说明大家的可能 那个毛巾的温度有问题 所以 一般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都会看柯柯 因为我们俩都是山东人 就比较东西会稀稀相稀 或者有些特点会在一块 所以比较 然后 现在呢就祝柯柯 然后生日快乐 也希望 他的粉丝和大家能够多多发现他 他真的很 就是很努力 然后很勤劳的一个女生 不好意思啊 不太会夸人 不好意思 好 这样谢谢大家 耶 那本次的公演就由以上16人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接下来请继续欣赏精彩的Unit去吧 耶 好 J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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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出那张扑口的脸怎么拿出车 他说到底想要 温暖 独立自盘 说对调情绪 留下我一个人 都懂寂寞 是该抢前吗 是该抬后吗 由于难以抉择的no more chance 请你告诉我 实现这种梦 可能醒到你有多少命中 是该抢前吗 是该抬后吗 没有去尝试的话 no more chance 就连我自己 还不能决定 只能看上你却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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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抛应的决定 你的动作和言语 没有事可以理解 即便是现在上期也 会被转移话题草木之中 真像鲜远行 虽然oh oh ah ah 风都了解 这段真实 你听到了关于你的坏消息 躲在角落 堵指寒雪被敲接过 留下我一个人 都懂寂寞 是该抬后 放纵去爱吧 被拉回开好吗 若说不出的话 It's my love 或许是该怕或许潇洒 纯净透露风好不差 放纵去爱吧 被爱回看好吗 如果全心不到的话 It's my love 是谁还在哪 能够推我一把 只想要肯定回答 勾引勾引勾引 我的爱怕你诊定 你的眼神 温柔就是我身上 心跳脚中 藏不住激动 却被看透 感觉已像是在等我 最后能否说出口 要懂我的迷人微笑 暗示什么 是该向前吗 是该太后吗 没有去尝试的话 No more chance 请你告诉我 实现这种梦 可能醒到你有多少比重 是该向前吗 是该太后吗 没有去尝试的话 No more chance 就连我自己 还不能决定 只能看上你去一 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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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 ключ并й的 opened First 这个趴片 là buzo 在一起90年 bath 就能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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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找我就能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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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冲 都不足 ФetFal物 在一起去看我 kwe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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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心的情谊 不如就这样彼此贪怒 那样悲伤的情绪 就让宿醉来代替来忘记 留不住的爱 随风骄然失去 这场相爱的之处 对彼此来说最好的眷顾 就是把回忆留在那美好的过去 故事开始的剧情 如同相遇失了危机 结束的剧本在最初已经 遇见 如若被错所缠绕 不如就回到过去 那段美好 纠缠的爱恋 存在怎样的冷静 曾经触碰的距离 早已失去了靠近的勇气 现在的彼此 只剩下回忆的细续 让人的爱 就趁直到趁无弥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直的记在脑海里 无论是多少时间过了多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给的拥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火碎的青年 新月的裂痕 千万只迷惘 心水的 悔慌 透过雪暴动 隐藏的刺痛 怀成了悲伤 眼底不等回荡 明亮的天空 反光的晶面 假装还一样 你的心 却不见 你也爱了时的魂 怎么甜蜜那么烂 你走了以后内心 再也不全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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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额头 慢慢靠近 属于你的高大后悲 让我明年也会心安 Zither Harp 眼泪滴融 泪汗满面 泪汗满面 Zither Harp 望着此刻的我只照脸 究竟是 如何是怎样 Zither Harp 好想又进去 好疼乱的心 痛苦再扩散 Zither Harp 无力去 无憾 Zither Harp 守护着幸福 变得很辛苦 活泽到天端 Zither Harp 让我不 敢 回看 Zither Harp 你在旁边回头 都看我一眼 Zither Harp 转过身 永不相见 Zither Harp 慢慢睡觉不难受 终于懂得要勇敢 但伤口还是在心底 吹不散 Zither Harp 我看来 一切就能不成长 回首领寒 忘不了快乐时光 或是原来一步步在情中落藏 Zither Harp 我随着情练 心外的裂痕 穿外似迷惘 心事太 悲慌 Zither Harp 走过去当断 隐藏的之风 怀着了变伤 烟底不 等 回荡 银人的天空 泛黄的惊灭 假装还一样 你的心 学不见 明明来到时都昏 怎么甜蜜的漫漫 你走了一会儿 内心再也不准 当时在心有裂痕 因我预感又分散 就连着情练也不费 烈肠两半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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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总在一起 泪人是何緬 则隔壁 路途上 即便迷失了方向 不神秘的日子里 想让面对我们不退让 没了没关的花浪才对上 我选择转身离场 花蕾的酒瓶如沦马掉 多少还是很紧握 每个人都有梦想的生活 这明明就是我要的 可带给我喜悦的那个人 已经不在了 Bake Eto Bake Eto Bake Eto 终于分享去了 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分享的 你的妹妹 自然八十年宝 Bake Eto Bake Eto 想让的青春味道 即便什么都没有 再一起品尝 美味的面包 只要你陪伴我身旁 记得我们有一天 争吵在不经意间 吵闹的那些原因 总是那么都会不足道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最珍贵的 什么是最珍贵的 对忘记的我还说 希望如环境满破灭了 所谓的难受财富于赞赏 我什么都不渴望 只想要刻画描绘 只想要刻画描绘 属于自己那内心的多么 明明你才是最理解我的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原来从一开始就搞错了 的是无知的我 Bake Eto Bake Eto Bake Eto 是世界到空的浪漫广场 喜欢的面包天地 一直排队会买的哪一个 Bake E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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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所有这一切 我们两人分享 品尝爱就在 顺便围绕着 这才是幸福的模样 生命中渴望的美好事物 永远太多了 只想我们都清楚的知道 只有这一个答案 Bake E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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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回想起了 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分享的 一个美美滋味发誓面吧 Bake Eto Bake Eto Bake Eto 相见的青春味道 即便什么都没有 再一起品尝 配我的面包 只要你陪伴我身旁 爱 iron 欢迎币 引途服警戒未经过 过错 新色的镜子 法式面包 大家都喜欢吗 喜欢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MC话题是 在国庆期间你遇到的有趣的事情 然后那我先说吧 我在国庆期间的话 比较有趣的是我做了一个有趣的梦 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上 是下午场和晚场都公演嘛 然后我可能就是一直在想这件事 然后那天晚上 不对 那天早上的时候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在家里面 然后当时时间是六点多 我刚刚化好妆 然后让我爸爸送我去长江剧场 我想说就其实我在上海没有房子 然后家是我在青岛的家 之后我当时就是想要出门嘛 结果一看又发现 我在想我不是下午场也要上吗 然后我就去看我的手机 发现手机里面有99条未接来电 还有未读消息 然后我当时就吓醒了 就是明明都已经晚上六点了 我还没有出门 然后就心里面超级惶恐 然后那么下一位我来选一选是谁呢 那就选一选看了我一眼 用离开了的栗子去 对吧 你明明看着那边 然后你叫了我 嗯 嗯 国庆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还挺多的 就是嗯 主要是因为去了宁夏和重庆两个没有去过的城市 然后吃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美食 这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 你能够处理哪里家吗 啊 那不有趣呢 是他逼迫我的 主要是 但是有一天是这样的 就是宁夏比较的寒冷 然后呢 有一天我们决定晚上去夜市 就为了吃美食嘛 但是呢宁夏真的非常非常的冷 超级冷 超级冷 真的超级冷 然后我们又没有带很多保暖的衣服 我只带了一件棉毛衫 这是我唯一最最最最暖和的东西 然后 然后呢 我们就想尽办法能在身上穿多少件衣服 就穿多少件衣服 然后穿了之后呢 大概晚上九点多钟就开始去夜市 然后就每个人 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就穿得非常的 看 就是又穿得非常的少 然后 然后就很冷 然后就在寒风中 吃了很多夜市的小吃 但是也很开心 对 真的真的 很开心 很开心 那我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国庆假期 然后我们也去了美丽的重庆 然后呢 刚下飞机刚到重庆 我就说 哎我说念念 你教我说一句四川话吧 然后他就说 嗯 我就在那 我就 我就说 就那个 雷斯物都 然后他说 那个雷啊 要发 我 我 这样你要上下 牙齿 牙齿 咬到嘴唇 那个 我 我 然后我就 我就说 我懂 我懂了 我说 雷斯物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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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笑哦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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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经过大家的熏陶 我在重庆说了两天的四川话 然后 说我自认为我说的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反正他们都为了就安慰我这个幼小的心都夸我说的非常非常的好 谢谢大家 他回来 哈哈哈哈 他从重庆回来的第一天跟我说话就是满嘴的塑料的四川话 哎真的 我就 你知道吗 我就发微信给卫星 我说 我说为什么他现在讲话这样啊 然后卫星说 你不要打击他的自信吗 你夸夸他 谢谢大家 谢谢卫星 那么你呢 我其实觉得我国庆期间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 一号跟二号跟大家见了面 这就是我国庆期间有趣的事情了 好啊 好啊 你来吧你来吧就你了 那实际上我我除了一号跟二号跟大家见面了 我四号跟六号也跟大家见面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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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有趣的事情我其实跟啾啾有点像 就是去到重庆之后 他操了两天的塑料 四川 呃对对对 四川话 然后我在 我在宿舍就是被耳目染到了 我就跟念念也说了几句四川话 然后念念就说 哎你觉得比你讲的比啾啾好多了 哇 然后他转头他转头就跟我说你千万别告诉他 因为回去 因为他们两个是社友嘛 他说回去吧怕被 然后然后然后我说 呃好像好像现在不是了 然后他说啊那你说吧没事 你讲的就是比啾啾好 哇 可是就你单独告诉我也就算了 大家全知道了 哈哈哈哈 没关系你还有卫星 没关系大家都觉得你讲的很好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他特别有天赋语言天才万方舟 呀就是这样 好那我来了 我有一个特别特别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个 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前几天 前几天我想和飞飞一起去看电影 然后我们俩就去了 然后我们俩是先去吃了烤肉 当天太馋了 真太馋想吃肉 然后吃完肉之后就去看了电影 然后 我们买的那个爆米花 然后买的那个可乐 这都是前提 然后我们就是走进去了 是4D 我们俩都没有看过4D 然后 然后我们俩就进去了 就是感觉 我们俩以为这和3D没有什么区别的 然后我们俩坐那 这椅子还挺高级的 然后我就坐那把爆米花放在我们俩中间 然后 电影开始了 它开始摇晃 我一开始以为是地震了 我很可怕你知道吗 我这边都要起来了 我看旁边人都在那坐那很享受 大家都没有买那爆米花就我们俩买了 然后 我们俩赶紧把爆米花拿着 然后继续是这样的 然后 我们俩俩疯狂的笑 我说快吃 快吃 然后 机子就一直在那摇晃 就所有摇晃 然后我们俩还穿短袖 一会儿说 那个根据剧情来嘛 还有大风 然后 然后飞飞说会不会下雨啊 我没拿伞 我说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大家都没拿伞 就很搞笑的一个事情 那最后你们的爆米花吃完了吗 没有 没事吧 太多了 剧情太好看了 对 好啊 耶 你说 我的国庆趣事就是跟大家一起做了手抓饼 耶 然后 然后我刚开始我看那个电视上 不是电视 就手机上那个教程嘛 那个手抓饼就可以做成什么千层酥啊 然后披萨什么的 都很简单 但是我做出来很丑 就第一天已经丑到我了 没有想到一天更比一天丑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虽然那个手抓饼做出来很丑 但是特别好吃 唯一有一天做漂亮的就是那个榴莲披萨 但那个榴莲披萨特别难吃 就说明不要以手抓饼的帽要娶人 说明即使是丑的手抓饼也可以很好吃的 耶 那我这个放假期间有什么趣事哈 我的趣事呢就是留念晚上11点左右给我打电话 或者我晚上跟他打电话 他给我讲他的趣事 因为哈尔滨真的太冷了 我除了我除了走亲戚之外 实际上就没有出过门 太冷了实在太冷了 我看到你拍的照片穿了光顿身机 我穿的是我最后的那件戴毛的外套 太冷了 我穿那个我都冷得嗖嗖的呀 真的是冷啊 如果有羽绒服的话我就穿羽绒服了 那天太冷了 那刘念都给你分享了啥趣事 打个比方哈 他吃那个那叫什么粉呢 你把这个说了一会儿万一刘念要说这个 他有好多的趣事 他吃那个那叫啥 冰粉吗 不是冰粉那个 面 小面 不不不 蛤蜊 花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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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哎呀花甲粉嘛吃完之后肿了一整天 他告诉我他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我就说你有没有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可能吃都太多了 哎我 你 你这样我感觉有被内涵到 因为你也种了 哈哈 我们两个种了一整天 一种 但是那个花甲粉很好吃 哎会不会中风了呀 哎中风不会这个样子吗 是不是啊 但你最好没有口 嘴外演习 这才二开头的年纪 哈哈哈哈 就吃吃海鲜哎呀啥的不就很容易中风吗 啊 痛风 那叫痛风啊 那中风是什么呀 中风 抽抽的 啊哈哈 啊 不好意思我没有没有经历过我不太懂 谢谢大家多普及知识 谢谢大家 耶 耶 那么那么我们这波说完了有请下一波他们说 耶 那我们就接着上一波人说的吧 好 那我们从安琪开始还是还是你 柯柯自高分别的 从我开始 从我开始 就是我这国际假期回来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件事情 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嗯就是我回来的时候其实我 因为回来的时候就想着想打扮了稍微休闲一点嘛 就穿了一个很大的外套嘛 然后黑色的口罩黑色的帽子 就是看上去就很普通 明星 所以就被盯上了 又被盯上了 又被盯上了 被谁盯上了呢 老被盯了 被盯上了 哎呀对 被盯上了 被盯上了 哎呀对 被盯上了 对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个事情 我就是拿着东西 我就上那个地铁那个电梯那个拐角的时候嘛 我看了他一眼 就是我看了他一眼 他也看了我一眼 然后我们俩就 他就是你心虚 我们俩就对视上了 其实我当时好像就是有那么点心虚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那里心虚 我就在那里看他 然后我就疯狂对视了那么一秒 然后我就从他身边过去的时候 他就这样 你等一下 然后说收一下身份证 然后我就很大声地报出了我的身份证 然后我本来没有什么事情嘛 关于是他在那里摁的时候 毕竟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嘛 然后他在那里摁 就是他在那里摁嘛 你就坐在那里摁 然后我的头就伸在他那上面 我就前程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到底是出些什么 你说出的那句给我看看吗 没有没有 但是我心里在那里想着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所以后来他给你看了吗 没有 他其实他就在上面 就是摁着那个数字嘛 然后我心思 我觉得会弹出来什么 其实也没有弹出来什么 手铐给你看看 然后就什么也没有弹出来 然后他就说好了 然后可能就合适对了吧 然后就放我走了 然后我全程 我就在那里 就是好像觉得很有意思的样子 对 这个应该我比较觉得 然后我走的时候 我他心里还在那想 意犹未尽地走 哎呀 就这样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你可以等会儿 再去找一个警察叔叔 就站在他旁边 因为我在那种扑法栏目里面 我看过这样的 然后第一次这样 哎好奇怪啊 对 反正就是我遇到了蛮 蛮就是有趣的一件事情 对 嗯 挺有趣的 耶 嗯 我假期 我假期 每天好像 都在睡觉 听东西 好像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趣事 但是 当时我发了一条微博 是我们寝室在 那个拆空调嘛 然后就发了很多的垃圾袋 让我们把那个房间铺起来 然后后来 我觉得那个垃圾袋 有妙用 我们的门拆掉之后 我就把那个垃圾袋 两个贴在一起 贴在门上 就当个门帘 所有人都过来 哦 遮光效果非常好 这就是我当时的趣事 不仅是门帘呢 是的 我还把它装到床里 并没有了 好 谢谢大家 耶 那我的话 我们国庆 其实有蛮多 特别搞笑的事情 然后跟大家讲一个特别好笑的 然后跟大家讲一个特别好笑的 当时我们在重庆的时候 住的酒店有人工智能 就是它是那种 你叫它名字 叫它小溪小溪 它就会说 对 就说是的主人 什么干嘛干嘛的 然后大家知道吗 在重庆那两天 我每天会听到上百句小溪小溪 就是我跟曾思纯 我们俩就是 第一次玩嘛 就觉得很好玩 就每天 哪怕窗帘就在这边 就在这里 我们都会喊 小溪小溪 关窗帘 而且是那种 第一遍喊它它没有印 我们就会喊五遍 直到它答应我们 不是 它其实是那个 就是如果你凑近一点 它才能感应到 而且要念得很标准 小溪小溪 然后它才会回印的 然后中间就是我们 后面去老师的房间串门嘛 然后老师的房间 就是老师说 他叫小溪不硬 然后蠢蠢还去纠正他说 老师是你叫的不标准 然后 我们就是去教老师说 老师你要这样喊 小溪小溪 然后让他答应你才可以 然后觉得挺好玩的 然后 我们觉得 在重庆那两天 跟小溪培养了很好的感情 谢谢她 耶 那你们房间可以买一个小度小度 对 因为这种人工智能好像就是 你的声音一定要盖过他的事情 他才能听得到你 不然他就是听不到你自己在那嗨 然后我吧 就是我现在发现这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想到的很有趣的事情 一个被宋贤然先说了 一个被贵鼠先说了 那我就只能再想一个了 那我就是突然间想到了 我们在那个西北地区的时候 因为那边风沙很大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风沙有那么大 然后很冷很冷 我们当时去那个圆区里的时候 是坐那种没有门的那种游览车 然后就是它会把风变得更大 然后就是边往前走 然后我们那个刘海就那个样子 然后于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唱 私衣的风筝在吹荡 一面干收都知 昂扬神秘之心 然后最搞笑的是 我唱起了之后 大家在我后边接 然后前面坐着那个主办方的姐姐 她就说 哇你们妹妹好有意思哦 这个时候都能打歌 就是这样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嘛 那我有趣的事情 其实我十一期间 其实很大部分的时间在家里面 但是有一天我呢就去去了 回了一次基地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基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人嘛 然后也 但是有三期生 后来呢 对 然后那一天我穿着也是宽大的T恤 我戴着眼镜 戴着口罩 没有化妆 其实我就舞得很严实 然后我一上楼 突然有一个妹妹 冒冒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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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看到她一眼 我想这人我不认识 谁呀 然后她就说 我就说 你哪位呀 她就说 我 我爱你 我爱你 然后我说 我说别别别别爱我 别爱我 然后我就走了 不是她说不是我不是爱你 我是王爱妮 我说 啊 对 我在想现在 我在想现在 现在女孩胆子这么大的吗 告白的这么 直接的吗 直接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然后我说 不是不是别爱别爱别爱 她就说 我是王爱妮 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然后我就我就问她 我说 我没有化妆 然后也没有 就怎么打扮 你怎么认出我的 她说 我认识你我认识你 我喜欢你好久好久好久 我太激动了 啊 然后她就走了 我当时就站在原地一脸懵 然后我就记住了她的名字 对 对小孩 是小孩吗 对我来说都是小孩 对 番茄呢 我国庆期间发生的趋势的话 就是做月饼 我就是去我朋友的工作室 然后最开始 因为我不会做嘛 然后她就 她就先教我叠那种月饼的盒子 然后我叠了有 月饼的盒子也要教吗 有 不会 她那个很复杂有很多层的 然后我就叠了有两个小时吧 然后后来我才去跟她一起做那个月饼 她就做好了 就是把那里面的蛋黄放进去之后 弄成一个团 然后拿那个月饼那个膜放在那里这样按 然后她就一个月饼的形出来了 然后弄完了一整叠之后就拿去烤 烤完了之后呢再刷一层那个蛋黄叶 然后刷一层蛋黄叶 然后再烤一遍这样子 反正就是学习到了一个烤月饼的过程 因为我上一年你们 就是基地做月饼的时候 我刚好回学校嘛 就没有做过这些 就觉得好像就是 又跟大家做了一遍的那种感觉 就 怎么说呢 就是好像 很有态度 补回去了一次做月饼的那个 对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你吃了吗 吃了吗 我那个时候就是 是因为大家都做了很多月饼嘛 然后我就拿了很多大家的月饼 然后我自己吃掉了 然后也给了我学校的一些同学 然后他们就说 哇是偶像小姐姐给我做的月饼啊 一定要好好珍惜 你这样子 下次说 关注一下你的微博 你的微博是 潘秋一杠 AKB4 taking message 好 那晨晨呢 嗯 晨晨 其实 大家应该觉得 最有趣的事情 应该是我在前几天在家里面 做 麻辣兔 大家有看直播吗 有 有 有没有觉得很厉害 这都不是说说而已哦 真的有在做 而且后来发现大家 大家 其实我是想去找个磨刀石 但是我其实很久没有回家了嘛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爸爸他们把我的磨刀石放哪里去 我就想 我想说 要是我把磨刀石拿出来 然后再在直播里磨刀 是不是更奇怪 磨刀祸祸的感觉 就很可怕 是不是 嗯 但是最后结果就是 第二天就是我妈妈他们就吃掉了 特别好吃 他们说 比他们做的很好吃 可是你们吃不到 有一点可惜 其实还有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 不是我们国庆的时候 去了零夏 还有重庆跟很多粉丝朋友们 大家见面了嘛 然后 其实当时 第一次听说要去零夏 而且听说好像天气特别寒冷 然后我想说 那好那我就要穿厚 稍微厚一点 我没有想到那么冷 然后我就带了一个 就是那个 新带路的那个披风 然后 然后 都处处有那个雪梨梅的那个披风 然后我们俩就穿着那个披风 去了 去了零夏 结果 发现确实还蛮冷的 结果 去了零夏之后 去了重庆 没有想到 它还是很冷 就是 还是在下雨 然后我就想说 这披风 因为一直穿身上 就没有办法取下来 然后拍照什么的 也都是穿着那个披风 所以所有的照片 都是穿着那个披风 不管是去了零夏还是重庆 所有的照片 都是披风 我想说 那我们 为了找一点就是 不一样 然后我和初初 还换了一下披风 想说我们俩穿个 不一样的披风 拍个照吧 然后 到后面就是 最后 我没有想到我回成都之后 还是在下雨 然后我再回成都的自拍 也还是披风 后来我说不行 我要就是坚持自己的那种 还是要有一点那个 新鲜照片出来 我就把披风脱掉了 我说我一定要坚持 抖着我要把这个自拍拍完 就是不能让大家看到 我去了三个地方 都是穿同样的披风 那不是太奇怪了吗 好像就没有出去旅游的感觉 对 那安静前辈呢 大家在国庆八天之间 然后我没有去到重庆嘛 所以去到重庆的朋友 就很想我 像啾啾朱琳 然后还有当地人卫星 然后他们 他做了 他做了啾啾和朱琳 两天的当地向导 然后一直带他们玩啊什么的 然后那一天晚上 他们是一起睡觉嘛 然后在中间 然后缺了个我 他们就感到很孤独 他们就把楚楚送给卫星的 那个小骆驼当做我 然后放在了那个枕头上面 然后拍了个视频说 完琪就差你了 然后我就 我就应付应付 发了个 嗯好吧我也很想你们过去 结果 结果 结果我 我当天睡着以后 第二天起来 我发现周琳给我发 周琳在群里发了一句什么 我们说 这个骆驼长得确实挺像你的 鼻头那么肉 这么大 确实能感受到他们 那么思念我的感情 然后我们的MC就是这样了 耶 耶 那我们后面的小伙伴呢 也已经准备好了 请欣赏接下来的歌曲 是谁 让我哭泣 哦 对对对 等等 stop 谢谢你 那首先呢我们的念念 还有一句话要说 对 我看到了 这周的直拍 是我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然后可以期待一下 我会表演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双马尾的歌曲哦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就带来我们的表演 是谁 让我哭泣 作词 乳神做开的瞬间 离哪下次充核旋转 大半时间到十年 雰雾灯光以外闪烁 这是座毁灭的不厌城 我远我待着往前轰 他好像为否猜在街上 远来昏火把鸡色 这些笔符掌握足隔 你不敢不自主地附和 只能手机电源都关着 黑夜让我更清醒温和 一直等到第一半点车 彷徨在展开的曲折 那是谁让我伤心一直 哭泣在哪里似乎没有下痕迹 看不出像雪叶流淌在心里 对点心的墙壁 那是谁让我伤心一直 哭泣在哪里我从来没有 冲锋的爱情如果被 如此对待温柔至极 会错误理解你的心意 黑色沉爽的雷灯 想到最初连接前后 通常听过的日空 是否等待的人是我 这是一座诱惑的护灭城 那些迷惊考验 挣扎和我一远瞬间 不光是色的空间 空气竟蒙无聊的人 天天与播放的音乐里 天地停车 穿下在心中 你来天灵严肃地问我 突然忘记不是我的错 真的不是不愿说 希望我找到谁打破沉默 等会我得到轻轻的结果 可是我不再相信任何人 就把自我封锁 那是谁能让我不再躲落 责怪我 不管有什么话都能接受 如果被紧紧拥抱感受 温柔我一定会抓紧 这份感情 一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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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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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合适 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被发现之前一瞬间 眼泪完全是头肩不会假装的落实成全 不一切给出了一丝的爱意 是灵雾或是别人的风景 若现在没有人和我在一起 我随他而去 那是谁让我伤心一直哭泣 在哪里似乎没有下痕迹 看不出像血液流淌在心里 堆跌新的墙壁 那是谁让我伤心一直哭泣 在哪里我从来没有冲锋的爱情 如果被如此对待温柔至极 会从无理解你的心意 无论在想什么的话 多多随风安静的恶梦放松 多多的花与泪在手的风中摇晃着 在日天遥远的季节里 没有法处是家庭的答案 当太阳多几领风干凭一下 难道是寂寞在无声发芽 我一直在努力凝望着那个她 就算周围还有别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她没有办法 我对她没有办法 遥远的 新年轻也曾经想想想 只会我有相同的味道 那就是与我有着 很多的共同天的人 虽然我的内心相望 好想和你说说话 但感觉会有机会好害怕 犹豫正常 到底对你心得是哪 到底对你心得是哪 谁会如此这样混乱嘈杂 若问到底怎样呢 她我无法再回答 我承索应该要怎样放下 望着天空不尽的刹那 要飞过后 望着天空慢慢回向 我没有让孤单无尽放大 每当我 进入了不满足的时候 一切就一切变得不大 只好好真心的话 那已经拥有了牵挂 就会真的没什么其他 包括想象的不幸 你要相信 要不然还正在 宇舍当下 无论再像什么的花朵 都随风安静的落后锁 过多的话语没再说 在风中飘晃着 在之前遥远的情节里 没有发出事 像经历叫喊 当太阳 躲进一层感慨一下 难道是寂寞再无声发芽 最爱是 不论谁 都在渐渐的成长变化 突然种根基都盛展 你却没有变化 只能爱情慢慢沉默 生活更加难 好迷都不能唱 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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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与阳光就盛开的花 自然而然就能多装生长 没什么愿望和期待 你知道 什么愿望 到底被你吸引的是哪 行为如此这样混乱草杂 自问到底怎样呢 他无法再回答 我乘坐 我乘坐应该要怎样放下 望着天空不尽的刹那 要飞过后 望着天空慢慢回向 我没有让孤单无尽放大 所以我是真的喜欢上了你吗 所以我是真的喜欢上了你吗 我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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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熟悉的那街道 到现在在哪里 我记得 房间是否如意在等着我 记忆中那空空的那座山庄 慢慢的一点点在我眼中突然消失 紧紧的我不知不觉慢慢长大 那段过往那些记忆带给你和我的 是否去还是未来 I want to go love tree 等时间给你答案 love tree 回归了吗 一直都深藏在我心中那一个美好时光 I want to go love tree 想知道你在哪里 love tree 见面好吗 我要把一句都没说完的话题都对你说 就算有些故事有些经历 在某一天会被改变 但我从最初的迷失就不会被忘记 但我们永远都能宣伤着彼此好吗 下一天空之下我遇见你 我照片里 那一个字 就算有狂犯暴雨在眼前 就算有狂犯暴雨在眼前 我会陪你 因为期待我们要到明天 我的世界因为有你而干完美 维持到所有口言我都能有价位 准备好全力帮陪 I want to go love tree 我一直寻觅着你 love tree 找到了吗 想和你再回到记忆中单纯的那段青春 我的 love tree 我还在等待什么 love tree 勇敢一点 我要把一句都没说完的话题都对你说 如果我把喜欢留在心里 总有一天我会遗憾 我就不开这勇气面对着你 别抗拒 你已经听到我 在心底的声音对吗 啊 哎呀 当于那一刻 我们会在右后走 眼神都充满着温柔 吹着更好的暖风 变成大远的我们 终于可以跟上和远飞的北方 I want to go love tree 等时间给你答案 love tree 回归了吗 一切都深藏在我心中那一段美好时光 I want to go love tree 想知道你在哪里 love tree 见面好吗 我要把一直都没说完的话题都对你说 我们所有过去 所有经历 所有的爱不会消失 也许总是我内心无法抹去的记忆 因为你 永远 是我下日的青空对方 I use in battle I use in battle I use in battle 哇,所以我们刚刚表演了 Love Trip,所以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吧 还有,是谁让我哭泣 大家,是我吗 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 那马上呢,就要迎来我们今天真的是最后一首歌了 难受吗 难受 那我们的最后一首歌 那一天的自己 如果我可以重新遇见 那天在路口的我 我低头沉默着什么都不说 紧紧的抱住了自己 不要自主 因为懂得哭泣的缘由 从来坚定面对生活 你并不懦弱 一定能够顺利度过 这悲伤的场合 一路受伤也曾迷茫 痛苦或失落 都会在这等候 看繁星闪烁 在没有阳光 在没有阳光照射地方 透过云寻找着光亮 很彷律 很彷律 很彷徨 路太长 梦想再流浪 时间久了 也会失望 现在回头 当时的我 都能看清楚 从来坚定面对生活 从来坚定面对生活 我没有懦弱 命运它曾告诫着我 向前看向前进 不要放弃就能跨过 那海洋和天空 未来 未来早已开启 在终点等我 在某时某个地方 在某时某个地方 非常艰辛 一定会相遇 在前方 就能见到 真正自己 烦恼之后回想的是 成长的肯定 要坚持就有勇气 更强大的秘密 流我的泪应该珍惜 都值得全心 相信你会发现过 芒芒的痕迹 从来坚定面对生活 你并不懦弱 一定能够顺利度过 这悲伤的场合 一路受伤也曾迷茫 痛苦或失落 都会在这灯后 看繁星闪烁 不知不觉 收获更强大的我 感谢您的收获更多 感谢您的收获更多 请不吝点赞 我们在谢您的收获更多 感谢您的收获更多 内容 您的收获更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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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到县下和在县上观看公演的粉丝朋友们 请大家点亮音源福袋当中的大伞 和我一起大声喊出来的名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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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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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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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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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